你别乱跑啊 乱跑我就不待机了 我的电门车也不干净了 你就待在这里面吧 还有两分钟 骑车就到家了啊 先带回去看一下怎么办吧 他身上太脏了 先喂他点吃了 你给我打电话了 我去拳出去 我看出了谁 我一会儿去拳好了 用车人家打这 赶上 通知要去的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路上又看见我狗 这啥狗的呀 这狗你特别的 这根本哈 啊 我来人去公司的啊 过来看的哈 嗯 堆住他出去了呀 他堆出去了 他咋跑出去了呀 我给你按一个人去公司 我按发门的通知过家 对啊 我拿整个的看完 咋我给他看的 嗯 他给他我停下行的 他快堆出去了 又该底下钻出去了 钻出去了 他跑出去了 那是给他干回来的 他往那边又跑了 叫我喊他 啊 给他喊 哦 小花木跑出来 他黑啥的 不知道 那不是也还下点鱼吗 你看他身上脏了 在沟 在沟 路边上有的人 人里都可多了 你说 吐沟 不知道 这啥沟 这真带的 咋回来的 不知道 这不是吐沟吗 我还想的是台地的 你看 他在整家大沟 他不要他 呀 你别关了 你别关了 我想给他喂点饭嘛 你不是去船 那你出去吧 那你出去吧 我给他喂点饭 然后我妈去大队去办事去了啊 我看他反正是好像有点 也不是说有意见吧 可能家里狗太多了啊 他说笨笨笨差点跑出去 很麻烦啊 就是这样 那我又搞回一个这个小家伙 他说这个狗都活不了啊 先不管了 先给他喂点吃的吧 我先把笼子先给他装起来 要不然楼下这几个狗看到我怕 太活跃啊 先装到笼子里面吧 先 身上这个灰暂时先不给他去了 不知道他多大啊 敢不敢再碰水了 然后找到了一个笼子 先放到这里吧 先放到这里面啊 然后我这边给他放到这里啊 飞飞洗过头出来 外向你干谁叫嘞 嗯 刚才本没有抛出去了 这咱妈刚才给我说了 这狗太不生心了 这狗 你有尖呢 咱那尖呢 给底边上 回来录底边上 给我口都有看见 小狗太小了吧 看漫月吧 不知道 你看像他兜的 看不出来 尾巴也没了 这就是我兔钩子会咬 他尾巴尖呢 我都不理解 他那样兜的 他又不是充五沟 我都有点害怕 他私了要在 这身上还那么多 你也坐两个上 是不是淋浴了呀 也还不是下了一点小鱼吗 嗯 我给他喂点吃了一碗 给他喂点吃了一下 那点反嘛 嗯 可能可恋人都行 嗯 好 然后我这边给他用温水啊 泡了一点狗粮啊 就是这样 等一下给他吃啊 家里面鸭买粉呢 用温水泡了 等一会都可以吃了 你再等一下 这边是 这边帮你泡一下 我怎么感觉这个狗快死了 我怎么感觉 可不敢啊 我要是把你救回来 还拍了视频 你还死了 那真的是罪过大了 真的是这样 可不敢 我等一下 先让他吃啊 吃完再说 再说别的吧 这我看他有点抽搐的 有点厉害呀 还是先把这个水给他 让他先吃着吧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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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 你别死了 你 你温一下 看能吃不能 哎呦 我的天哪 对开呀 我的天哪 这个水是温的 大家放心好了 就这个狗粮稍微大了一点 我有点怕他 hold不住啊 就是这样 想让他喝点温水吧 就是这样 那干猴杀了呀 那啥被猴了好吧 我现在折磨离器 我现在每说一句话 我都感觉特别的累啊 特别的辛苦 就是这样 喝点吧 多喝点热水 暖暖绳子 喝点热水吧 暖一下 这狗看来是饿坏了 饿坏 这家伙怼开呀 哎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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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你身子暖和一点 就没事了 对 使劲扒着 我看来我这个下面 要给他垫个板子 要不然他后脚该扒空了 他这个脚都空了 这不行了 我里面要给他垫个东西啊 垫个纸板 这吃了稍微会暖和一些 这个狗 饿坏了 来来来 你过来 你先上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吃吧吃吧 又给他重新铺了一下 这样就没问题了 他这样就 就有力量扒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样 好了伯伯能不能绕火了 让他安静的吃点饭吧 休息休息 哎 可坏了小家伙 吃吧 刚才说话 现在说话说太多了 我的喉咙好难受 好痛啊 怎么感觉比昨天还痛 这个症状一点都没减轻呢 我喝点水 嗯 然后我现在坐这儿休息一下 确实太累了 让那个小家伙在那吃点饭 让伯伯有我陪好了吗 快了吧 好 好 然后往可难手 感受伤了吗 好好好 就要先给他吃掉 先先 好好好 先给他吃了 没会吃到正多 他医生开了有点心 重要 你要 得发烧 不容易痛 增长比较多 咱倒一杯吧 他很难受 我喝了 你把蒸拿吃了 他蒸了 吃了了一个 你摸一眼 开销了 嗯 我就怕他会撕了 有点担心他 叫他多吃点吧 然后把这个狗啊 放在太阳下面来晒一下 晒一下太阳的 要不然我怕他太冷了 能啥的拜拜几冬了 好吧 这狗说啥是没办法跟他们杀放在一起的 小花的嫉妒之心啊 我估计一口一个 不是说小花不好啊 就是 这东西就是这样 这个 他太小了 咱们你回去吧 都安静点好吧 我可累 我不想多说话 都停点话好不好 我也可为难现在 唉 让他晒在太阳吧 希望明天还能看到他别死了 唉 然后视频的最后啊 就和大家聊一下我 我自己心里咋想了吧 就是这样 我在我们这边啊 就是刚结完婚的 就是说准备要小孩的嘛 就是新人嘛 家里都说什么 天狗不天人啊 天人不天狗啊 就是这样 就说家 说的意思就是说 家里如果 对吧 收养狗了 就是 新再收养狗了 或者是 对吧 或者怎么样的话 就家里就可能就没办法生孩子了 你生了孩子 家里就不能再收养别的狗了 对吧 这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 对吧 就是可能一个地狱吧 会有一个区域吧 会有这样的说辞吧 所以我妈杨妃 他们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为我之前也听他们 对吧 也说过这个东西啊 虽然今天他们表面上 他们也没说啥 对吧 但是我心里也不是劲啊 但是这个狗也确实太可怜了 好像都睡着了嘛 好了 别死了 我怕 这不是我咒他 狗身体太虚弱了 在外面 风吹日晒的 吃饱 或者说他睡觉了 看一下是不是睡着了 你别死了 兄弟 啊 我看你也带回来 哦 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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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睡吧 让他在这晒晒太阳睡觉吧 老实点好吧 老实点好吧 让他在这睡 然后我先把这个狗啊 放在楼下还是不行 楼下这几个狗老是叫啊 我先放楼上吧 放楼上 让他跟毛豆和小贝玩吧 看能玩的来玩不来 只要不咬他就问题不大 楼下的三个公狗肯定会咬 小贝这不是你省了吧 啊 那俩眼才真是呀 过来 感觉好像他找到了组织一样 这小狗 找到了爸爸找到了妈妈 那俩省呢 是不是 嗯 哎呀毛豆你看你哪里 真是想不到咋说你了 让他们在楼上待这不行 哎呀 然后那个狗就在这上面 睡到那里了 应该没啥问题 暂时先这样吧